家人們沒有加粉絲團了 咱們加個粉絲團 視頻播了視頻 那有一個因為這些一個只是播了網 家人們沒有加粉絲團了 加一波粉絲團 然後你說家人們都想看你呀 可以嗎 家人們想看你刷的全皮可以呀 還是不看了呗 啊沒事的呀 為什麼嘛 他們都沒肉可以 我怎麼出來 有啊 有嗎 有啊 全皮全部都可以呀 你看沒有 全部都可以 你說說他有點害羞 所以說你們要多扣血 如果你們要鼓勵一下他 因為他很少漏肌嘛 在漏肌的時候 他那個尷尬的樣子 你說你多年出了 你出幾顆 Raf 太过你说长得非常好看是吗 他的视频里面有他呀 你讲什么 你说 苏珊妹有没有喜欢看我的呀 有 一起聊聊天吃吃饭呗 你来坐你坐着嘛 我们两个一起坐着 边吃边聊嘛 好不好吗 鸽来了鸽来了也不怕啊 这样吗 应该他今天应该不会来 因为因为他今天我知道他今天很忙 看过你帅有看过你帅的吗 哥来了也不要怕好好跟他在一起 你哥 来的路上 家妈真的不会来吧 你觉得会不会来呢 还开车在路边 真的吗家人吗 真的吗 你看过你帅 他们说我哥来了 哥来了有什么好怕的呀是不是 哈喽 你给他们看一下呀 我吃饭呀 他们说我哥在外面 你们怎么知道我哥在外面的呀 你落下的 你们怎么知道我哥在外面的家人们 咱们又不是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 咱们光一起吃饭有什么问题呀是不是 走了 你哥也开视频 看一下我哥是不是在直播呀 应该不是吧 家妈真好喜欢你帅 他们说好喜欢你 哎呀 他们骗我的是吗 真的 我你们真的看到我哥来了吗 我说说你们你们先不要骗 你都骗子别人脱脱脱脱脱 怎么了吗 我跟你家人们说一句都不行了吗 现在都不行 你现在我连跟你们说话都 他们说不行 你这边来一点吗 没有我没有说不行 那么你这边来一点吗 你看嘛你过来了 人都人都上去了 家妈打一波欢迎好不好 对家妈咱们打一波欢迎你说好吗 咱们打一波欢迎你说家什么 露脸你帅露脸 大家都大家都欢迎啊 欢迎啊 嗯 你看 你就露一下嘛 你说的话 他是比较内下的一个人 然后他的话呢 就是比较害 如意害羞的一个人 作为一个男人挺害羞了 他 你们知不知道他 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年头是很红的 我的话反而没有那样子感觉 我的话反而没有那样子感觉 我觉得我们两个戏格相反了 再开车别担心 好的你说露脸吗 哎呀你给叫什么 哈喽 露露呗 你帅我帅好 他们跟你说 咱们打一波欢迎好好不好 比起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好帅气 不帅了吧 你们不要损我了就好不好 挺帅的 挺帅吗 他们说你挺帅的 阿妹 哎 就算阿妹打一波网上好好不好 打了 现在现在就算我跟阿妹一起吃饭嘛 就算他哥看到也没事 是不是 你们觉得呢 就吃个饭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还是不行 如果被他看到了他又找你麻烦 对 家里面都说网上好了呀 被他看到了你又他又找你麻烦 这样子就不行了 叔叔阿妹 你们说说一下呗 是不是 如果我连一个请阿妹吃饭都吃不了的话 就这个像什么样子 是不是不用怕 对不对 你们你们觉得我们没必要怕的话 打个不不要怕好不好 咱们两个光吃饭有什么不可怕的 有什么 对 但是我哥现在都不愿意让我去看你说一眼的 你们也知道他一直反对 对 他一直反对 家里面打不要怕好不好 咱们就吃光吃个饭有什么好怕的呀 你不要多看谁看呀 我有点害怕 我担心他来了 我还有那么多酸酸吗 没有 嗯 我不是怕他来了 我不是怕他 我只是觉得 如果他知道了的话 他会去找你麻烦 知道吗 我又没对你做什么 是不是家伙们 我又没对他们做过什么 所以他哥来了 我也不怕了呀 有什么可怕的呀 他在开车 我哥在开车吗 我不知道吧 不知道家伙们 我们不知道 因为刚才我下班的时候 他就是出去了 朋友关系怕什么 对我们是朋友 其实是这样子 只是你们知道吗 我不是怕我哥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 我只是担心 他知道他会去找你帅麻烦 和谁在吃饭 你帅 家伙们咱们可不可以 加个粉丝团 对那么多好人在这里面 杂杂都不点了吗 把杂杂点一点 是不是 好不好 没想到我们吃个发直播间 还有四五百个人陪着我们 对呀 也挺媳妇的哈 真的 家伙们真的 跟你们说就实话 呃 像我们这样子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吧 然后还有这么多五百多个家人们 陪着我们直播 虽然 对别人来说 四五百个人不多 但是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两个来说的话 觉得已经很多很多了 已经就是很满足了 家人们 做人一定要有满足感才可以 是吧 嗯 就是我觉得已经很多了 真的 已经很好很好了 心满意足了 然后感谢大家就是一直 呃 不管什么时候 你们都是 那么多人 都是默默的陪伴着我们 就是鼓励着我 真的挺感谢大家的 谢谢大家 谢谢直播间的每一个 叔叔阿姨们 每一个家人 真的 你们比我的家人都亲人都还亲 你们 比我家人都还重要 真的 在我心里面 嗯 在我心里面 你们真的是比谁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这组情况的话呢 就是很需要家人们 很需要你们的陪伴 很需要你们的辅恋 所以说直播间 哥哥结束 说你们的不能打两个加油字 支持你说我们两个的 咱们打个加油两个字好不好 还要不吃饭啊 咱俩还要吃一点 嗯 开心惯好每一天 嗯 谢谢大家 真的有你们在的一天 我就很开心 真的 而且的话呢 我觉得很幸福 很幸福 幸福吗 嗯 因为有家人们陪着 有什么事都随时都可以开直播 给他们聊聊天 出气泊了 随时都可以给他们聊聊心里话 我觉得挺好的 妹 嗯 你是不是觉得我陪伴你 你觉得是 才幸福的呀 没有 我是说家人们陪着我 哦 那家妈可能我搞错了啊 我以为我陪着阿妹 他才觉得幸福啊 原来是你们家人陪着他 他才更幸福 对啊 家人们陪着才是最幸福的 哦 因为家人们的话 随时都可以给他们聊聊心里话呀 嗯 有什么不懂的 都可以给他们 聊一 你夹个肉呗 谢谢 不行了 咱们又不是外人啊 哈哈哈哈 又不是外人 对 家人们你们说说话呀 你们怎么 你们什么 你们晓得 啊 怎么又来个小羊了呀 那是他们在说的 你是不是在下还有偷偷摸摸摸的个小小小羊连食呀 你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说有小羊呢 那怎么 那他们说他们的 我怎么可能会给他连食呢 我没有给他连食呀 那怎么回事啊 那是他们说的呀 别人问一下嘛 没有说 我怎么可能会给他连食啊 是不是要加什么 我没有跟小羊连食了 是不是要加什么 不行 你开不定什么厨子 什么厨食 那怎么你一开不定 别人都喂那个小羊呢 小羊呢 那他们喂他们的呀 是不是 他们喂的是 人家不知道问这场 你不要说我给他连食什么之类的呀 肯定有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跟他连食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小羊连食过阿妹呀 如果你们看到的话 全品口语好不好 也都是看到小羊连食阿妹了 如果不看没看到 阿妹确实没连食那个小羊的话 口二好不好 你算 那拿什么肯定要小心呀 是不是 你是吃吃了吗 那必须 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 你这是证明什么 你这是证明你喜欢我吗 哈哈哈 OK 现在 这时代女人还有那么不让你吗 还说要喜欢 口味啊 这样 阿妹笑死我了 你说太吃醋 家伙 你说他这种是属于吃醋的吗 家伙 你说他这个是属于吃醋的 吃醋的状态 是不是 我这个人家伙的都吃了 很多人故意捣乱你们说的 热 他就故意问 你看到没有 这个姐姐说 爱吃醋才正常 旁边人露个脸 还别人露个脸 露脸一下嘛 对实在吗 如果 我你这点吃醋的那种都没有的话 我这个还算什么 那你之前不是说我们两个是 臭臭臭臭臭的朋友吗 就算纯臭臭臭的朋友 我给你纯臭 给家伙们聊天的时候 别人不应该插了那么一个小羊的 那我问你 嗯 你说吧 我们现在是什么 属于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是属于那种 很好很好的朋友 就有那种心动的那个朋友 心动 对 就是纯臭 我搞不懂了 家伙们 他说心动又垂直 露皮了呀 露什么皮啊 家伙们先不要弄啊 我好不容易带阿妹来一次吃饭 是不是 你们不要露皮了 我哥知道就不好了 对 露皮了就安慢了 露皮了 如果我哥知道的话 我就完蛋了 家伙们 露个脸嘛 他害羞 家伙们 他害羞 超过一般男朋友 你算是我们现在是 他说我们的关系就是 什么来着 就是很好 很好的朋友 对 他说 我们现在属于 很好很好的朋友 像我一个 不要吓唬我家众 咱们 但是我们这些是 很好很好的朋友 这些你们都看得到 你们也知道的 现在咱们要走进一步 比较好的了 是不是 是亲密炸友 亲密炸友 炸友啊 是亲密炸友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炸友是什么意思 家伙们炸友是什么意思 亲密炸友是什么意思呀 我又不懂的呀 亲密炸友 我又听不懂 我又没当过兵 只你说的我也听不懂 啊 你说的我也听不懂 因为扫针 啊 那么 那 这是 男子朋友 啊 不是 我们现在我们是就是那种 这个女人不要到时候也要发气力的 哪个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老是说这个女人 或者老是说我是坏女人呢 家伙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有那么坏吗 我最近就是 最近惹你们什么了吗 家伙们 生死最好的朋友 我最近惹你们了吗 为什么 这种直播间 我以前开直播从来没有一个 没有过一个黑肥 有黑肥才要动力的吗 是不是 家伙们你们觉得呢 有黑肥才要动力 难道你们 又怎么又哪个小羊了呀 你听听的吧 现在你不要小羊吗 对 我不要小羊 你不要了吗 他们说 他们说我不要就不要 妈 你们说的断 你们说什么都是对的家伙们 什么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我 但是没关系 因为 小羊对你那么好 你都把人家 人家抛弃了 对 我是坏人 显然是好人 家伙们 好吧 我是坏人 他们说你坏了吗 对 没事的 嗨 人家伙们是不是有话有好 不可能 十缺十门啊 家伙们 所以 每个人都一样 不管是谁 不管你做什么都有 不可能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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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都是那么十缺十美的啊 要不你吃饭我给他你留一会呗 好 吃吧 出事 周老师 哈喽 叔叔 你们往上好呀 达一波往上好好不好 这边有点炒 咱们你们站站点点好不好 对 现在安排整好 我好不容易带安排来吃点饭 所以你们就不要讽刺他了 好不好 对 打一步晚上好 好不好 家伙 对 我好不容易带他来吃个饭 你们如果再继续嘲笑他的话 他可能吃不下去了 毕竟因为安排这个人的话 太善良了 所以还记不起那种东西 家伙你们都聆解一下好不好 对 打一步晚上好 打一步晚上好呀 但是我又不会说话是不是 但是希望你们都要理解啊 等一下我让你们看一下啊 他在吃饭 这三爷们你们都吃饭了吗 小羊会说话是吧 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呀 是不是 不可能人都是一个样 如果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样的话 那有的人现在都是一万富五了 是不是家伙 有的还在辛辛苦苦苦干活 包括我一样 还在辛辛苦苦干活的呀 是不是 不用送礼物啊家伙 不用送礼物 就咱们一起聊聊天呗 还要不要吃的什么呀 吃饱了 吃饱了 那么快就饱了 你放心这些饭我还是 请你吃得了的啊 说三爷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让他好好吃一顿 这都饭钱我还是吃得了的 但是你们跟我打个招呼呗 不知道呀 这个感情这一块的话 不吃了吗 不吃了吗 那你不吃了就陪见他们聊聊嘴 好不好 这么高下 嗯